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 作者 高华 播讲 夏秋年 六 毛泽东的胜利与中共新的领导核心 中共七大是毛泽东将其经过多年的努力与斗争而获得的胜利 以组织的形式予以体现和确认的会议 在中共七大上 全党正式接受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 毛成为无可争议的中共最高领袖 毛昔日的政治对手在全党面前向毛缴械投降 毛以自己的意志彻底改造了中共 七大选出的中共委员会和七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 具体体现了毛泽东主宰下的中共新格局 原教条宗派分子 前政治局候补委员凯峰 尽管自三十年代后期就积极靠拢毛泽东 甚至在延安整风初期还十分活跃 但中英在遵议会议上反毛泽东的历史旧账 而未能进入中央委员会 原经验宗派分子 前政治局候补委员 瑞金时代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 因在江西时期负责诉反 结怨甚多 早在三十年代末就逐渐失势 邓发在1936年去苏联后 与王明的关系又颇为密切 在新疆任中共代表时 对毛泽东略有微词 此次也在中央委员选举中落选 抗战前期地位显赫 一度担任中共山东分局书记 与伯谷等人关系密切的 前中央候补委员朱锐 和前中央候补委员 原北方局书记杨尚昆 未能和一般大区负责人一样 被选入新的中央委员会 原教条宗派分子 前政治局候补委员王驾祥 只因毛泽东亲手点燃的 反教条宗派的大火 差点烧到失控的地步 竟需要毛出面为王驾祥说几句好话 才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王明博古作为错误路线的象征人物 被保留在中央委员会 但名列中央委员33人中的倒数第一和第二 虾平还好总算没有名落孙山 由毛泽东挂帅的新政治局 也兼顾了历史与现实 七届政治局只保留一名原教条宗派分子张文天 这也是对张文天较早从王明集团中分化出来 长期配合服从毛泽东的犒劳 前政治局委员周恩来陈云保留了他们原先的职务 在1935年末 瓦瑶补会议补选为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 作为军队代表继续担任政治局委员 以显示毛泽东公正宽大 成前毕后治病救人 将任毕时选为政治局委员是顺理成章 现在任毕时名列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之后 成为中央书记处第五号人物 新政治局的组成安排 也反映了刘少奇力量的急速上升 刘少奇的老部下彭真 跳过中央委员的台阶 一跃进入政治局 刘少奇在中共七大这次党内权力再分配的过程中 大大加强了自己在中共组织系统中支配性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为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 刘少奇的一批老部下 突破了因历史上曾被国民党关押于监狱和反省院 而造成的干部使用方面的限制 顺利的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1943年11月 一批原从北平天津等地国民党监狱和反省院出狱的中共干部 相继来到延安 尽管1937年他们出狱 曾经毛泽东张文天批准 但是在审干和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中 这批人当年出狱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 早先由陈云主持的中央组织部 曾倾向于将他们的出狱视为政治历史问题 在干部使用方面予以一定的限制 1940年就开始了对七大代表的资格审查 现在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 毛亲自接见薄一波等人询问有关情况 最后做出有利于薄一波等人的安排 陈云原先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长一职 也由彭真正式接替 毛泽东此举固然与其当年知晓薄一波等人出狱经过有关 更因薄一波 安子文 林峰等人 接触刘少奇的得力部下 且在抗战爆发后 从事领导华北敌后武装工作 在招兵买马方面功劳卓著 毛泽东不拘泥于成规 对刘少奇系统的干部表示充分信任 并在组织安排上予以重用 以此作为对刘少奇支持自己的回报 1945年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 陈云等部分七大代表再一次提出薄一波等因出狱问题 不宜担任中央候补委员的意见 在酝酿名单中 薄一波被列入候补中委 陈云向刘少奇周恩来反映了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发话将反对意见挡了回去 毛病说将薄一波安排为候补中委 本来就不妥 其意是薄一波有资格担任正式中央委员 结果在七大中委选举中 薄一波、安子文等人皆当选为中央委员 高岗作为西北地方党和军队的代表 与彭真一样 也一步越过中央委员的台阶 直接进入政治局 这个时期 高岗受到毛泽东的青睐 被认为是毛的亲信 康生是老政治局委员 在七届一中全会上继续蝉联 随着形势巨变 中共急需一致对外 而对内整肃的任务已经完成 康生长期担任的中央社会部部长一职 由李克农接任 康生成为挂名政治局委员 马上陷入失业的境地 此时毛泽东已暂时用不着康生 于是他只得主动请求去山西 以后又去山东渤海区 在两地搞了一场极左的土改 中共七大召开及新的中央领导核心的建立 标志着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 以取得空前的团结 毛生称教条宗派与经验宗派已被打碎 不复存在了 经全党奋斗几年努力 1949年中共革命终于成功 但是曾经一度失去踪影的帽子 数年后又忽隐忽显 飘浮在毛泽东那些同僚的头顶之上 康生又重新被从笼子里放出 自五十年代中后期史 毛泽东重又贫念紧箍咒 1958年周恩来被批评 1959年庐山会议上 在先历史老丈 斗争彭德怀 张文天 指责朱德 延安整风时期的两顶帽子重新飞舞 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 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 彭真 陆定一等人全部打翻在地 刘少奇等人只能束手待毙 连招架之力也没有 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 难道不是因为他们 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 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人 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 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 凌驾于全党 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利 现在刘少奇等人意识到这一点 已为时太晚 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